我們看這一題 它說現在空間中有兩條直線 它說可以相交 要求它的焦點跟腳平衡線 那我現在把它選成參數式 我練這個叫S好了 這個是P 那這樣子的話 第一條直線它的參數式就是X等於3S加1 那Y座標是等於6S加2 Z座標等於-2S-1 那第二條直線它的動點的參數是X 就2T-2 Y座標是3T-4 這座標等於6T加1 好 那我現在的話 要求哪個焦點 焦點就是SY座標都要一樣 也就是這個要等於這個 3S加1 等於2T-2 那這個座標也會一樣 那這個座標也會一樣 這座標的話就是6S加2 等於3T-4 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的參數找出來 我們怎麼找 我就把它給乘以2 乘以2的話 然後減下來 減下來就是0 0 4T-3T是1T 負4-負4是0 所以T等於0 那T等於0的話 你就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的話 這P0就等於多少 這等於 這等於 代理的話 是負2 這個是領的話 是負4 這個的話 代理 這代理的話 是1 我們可以驗證一下 驗證一下 就是說 我沒有用到 第三個方程式 我沒有令它相等 這一定會自動會相等 如果不相等的話 代表這兩條直線是歪斜線 沒有焦點 這等於這個題目騙我們 事實上代理會相等 你看 T代理的話 這T等於0 那T等於0的話 那S等於多少 T如果等於0的話 3S 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負3 這個時候 S等於負1 S負1的話 代負1下去 就是負2乘以負1 2 2減1的話 也是等於1 因為這T等於1 所以這就一樣 你把S等於負1 代進去的話 就會等這個數字 所以它的焦點 我們就算出來了 焦點算出來的話 那我們來算好 它的那個 腳平溫線 它的方向量 腳平的方向量的話 我們看 這個V1等於多少 V1是等於3 6 負2 V2等於多少 等於是2 3 6 我們一看 這兩個大小一樣 那也就是說 這兩個直線 它的那個方向向量 這兩個方向已經一樣 我把它加起來的話 就可以當成是 腳平溫線的方向向量 腳平溫線的方向向量 它一減 也是另外一條 腳平溫線的方向向量 所以 它的方向向量V 就等於多少 就等於V1 加減V2 這兩個方向向量 加起來的話 是5 9 4 加起來5 1減 1減 3 5 8 點向 4 點向 4 第一條 腳平溫線 第一條 腳平溫線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這個 這裡寫方向向量 5 9 4 5 9 4 這個 寫多少 寫這個 P0 P 是 這條腳平溫線上面的動點 就是 X4 減掉 X0 加2 Y 減Y0 加4 Z Z0 Z-Z0 Z-1 第二條 腳平溫線 這是多少 E3 1 3 3 1 3 3 3 1 3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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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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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